大家知道藍唐李厚主又可以赞他 又可以贪他 赞他之处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大慈人 但说到他做皇帝就要打屁屁的 因为他只懂得作诗作词 但管理国家就什么都不行 为什么他做了皇帝之后 为了要偏安就连连进攻 给在北边越来越强大的宋 但是终于宋太祖忍不住 给他做了十四年安乐皇帝之后 就大举难侵 就将他灭了 国家灭了之后他要归为神佬 做了遗命后 最后 几年之后 三年之后 给他喝一杯毒酒 然后死了 这一支歌《蓝唐残梦》 亦是讲这一段故事的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 又是我们整班曲友 亦都相当知心 近日大家可能在很多所谓的演出都会看到 今天奇怪在一边很少唱 我们真的要求得很辛苦才肯唱 梁逸安先生 又是很知心的唱家 但是他很少唱 又是今天这样的机会 看到大家 他们说 勁劳一定要做 而另外一位 亦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袁玉英小姐 她两位火柏 合唱这一曲《蓝唐残梦》 《蓝唐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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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春花 秋雨 我是你了 往事知道我笑 往事知道我笑 少留 昨夜有冬風 满國不堪負責 月月命中 飆蘭玉花妻 仍有罪 只是 珠眼蓋 文君能有幾多愁 俯似一高春水後 風流 向風流 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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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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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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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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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